好 凯哥导演你好 熟悉的味道 遭遇史上最艰难感恩计划 红姐是知道我们来做这个项目的 因为这事儿瞒不住 你觉得现在想要感恩谁 当然是我了 要不然你怎么会坐着 面对陈红的寸步不离 陈凯哥见招拆招 放心 剧情接待的起伏 惊喜计划究竟能顺利完成吗 熟悉的味道第二集 海天美喂食者们 接到来自陈凯哥的委托 为陈红策划一场惊喜 右手敲门 你敲门吗 你是擅长敲门 来也 导演好 凯哥导演你好 三位好 三位好 请请请请 陈凯哥中国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 代表作《黄土地》 霸王别姬 荆轲自擒王 《和你在一起》 梅兰芳 搜索等 以其精深的东方文化底蕴 和艺术功力 成为家喻户晓 享誉世界的电影大师 我们这个了解了一下 确认您是要感谢夫人陈红 因为这事瞒不住 对呀 为什么呢 就所有的我这所有的事啊 都是他安排的 你说就咱做这么大一事 说是他不知道 这不太可能 这我们就特别为难了 您觉得有必要给陈红仙打一电话吗 我手点现在是 还不到中午 比如说有一个叫孙坚的 到你那儿去了解一下 比如说 关于对我的采访拍摄 了解点情况 喂 那个 我现在跟三位主持人在一块呢 没有意思 待会儿 待会儿有一位叫孙坚的 要跟着你去 这个要去找你去 然后呢 要通过你来了解了解我 听清楚这事 诗话诗书摸呗 那试试 你就别给我排练了 我不喜欢排练 我都说诗话的人 行了 那就这么着了 好 OK 拜 听见没有 可是有没有感觉到 红姐是个不喜欢 特别肉麻的人 这真是说到我心坎上 就为什么说熟悉的味道 我要感谢陈红 说你跟他二十年的夫妻 有什么可感谢的 我没准跟人说 人家会说这种话 我说他是 是把在情感上 婚姻上 钟情于一个人的 这种幸运带给我的 明白了吗 我给你举一特别小的例子 我通常我只能向右倾 就这么睡着 陈红是在我后腿 有时候他就以为我睡着了 所以他会拿手 抹着我的后脑手 就这个瞬间 其实我没睡着 但是我也没告诉他 你干嘛 我就觉得在这个瞬间 他把我还是当成了 二十年前那一尘男 然后我也觉着 他是我二十年前认识的 所以不是说你 三年五年你就厌倦了 也不是说现在资讯爆炸 你每天都可以认识新人 村里每天也都来新人 是吧 还是因为你没找着 你没找着叫 金风玉露亦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 就是你们俩 没有别人 我觉得婚姻是两人的事 我二十年 我现在跟陈红 我们俩坐那桌上 我们俩还能四目相对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一说惊喜 咱们一策划说 得给陈红一惊喜 让我犯了大难 红姐应该是已经知道 我们要做这个节目了 并且她也知道 红姐有没有看过我们 这个节目 她看看过 所以她知道 我们没有给她惊喜 那我们还怎么给她惊喜呢 其实当你不准备 真的刻意地给她惊喜的时候 这惊喜自然就来了 你放心 大家商议之后 孙坚带着艰巨的任务出发 赶往陈红工作室 她要怎样在陈红知情的情况下 让感恩计划顺利进行呢 陈红老师 对 陈红老师是在哪里 在那边会议室 开会 就在那边 对吧 对 她在里面开会 但是我不知道 你们现在进去 对 突出一下这种光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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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很漂亮 很帅 谢谢 陈红 著名女演员 1996年 与陈凯歌结为夫妻 婚后逐渐转座制片人 等幕后工作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这节目叫《熟悉的味道》 这一期呢 我们是想给陈凯歌导演 来做一个 他想要自己做一道菜 想要感恩一个人 你觉得他想要感恩谁 当然是我了 当然是我了 要不然你怎么会坐这 因为你都是陪着被感恩的人 所以肯定是我 是对逻辑关系吧 没玩着 要不然你不会陪我呀 你陪我干嘛 那也许我只是来采访采访你呢 我就是想了解了解凯歌导演 平时生活中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因为你很忙 你要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用在第二主角上 他是第一主角 第二主角就是我 你热不热 不热吧 我热了 跟你聊 我就热了 因为我们一般是说 第二个人 就是我们要感恩的那个人 一般都是懵着的 你策号好 一定要被感恩 对吧 所以你一定要感动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因为你是被感恩嘛 人家来感恩我 所以我必须要感动 可是现在呢 我们才刚刚开始 并没有发声 所以你不敢下决论 我到底会不会感动 所以我们现在 等我们坐着 一般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梗 我们把这个梗 一定要埋得特别深 埋得特别深 埋得特别深 我这个节目 我前面录过十位人 这第二季 前面录过一位人 我们所有的套 我们都是在 与被感恩的 就是在最后一刻 他都一定不能知道 但是你现在知道 你就是那个被感恩的人 我知道 我们前面的十一个人 他都不知道 自己是感恩的人 真的 真的 我们这个节目怎么录下去 是来 等一来 是来交换一下 该怎么办 其实他们知道 他们都很 其实他们都很聪明 他们只是配合你们 装作不知道 我发誓 真的是很多人不知道 那我从现在开始不知道 我失忆了 那没有意思呀 对呀 那这样录下去有什么意思啊 那是啊是啊 那所以我们就 我知道这个路数怎么下去 我们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您第一次给崇宏老师 做菜 你还记得吗 你给他做的是什么菜 我给他做菜 我就是1996年 哇 记得那么清楚 直接从这个 因为为什么 有个特殊的情形 就是是从法国嘎纳 这个我去了温哥华 他当时在温哥华拍戏 纽约风暴 纽约风暴 这个我去看他 其实呢也是 就是就是那一次 是我们俩 把我们之间的情感关系 决定下来的 那是那一次 我去的 算求婚吗 算求婚吧 您是怎么求婚的呀 您是怎么做 我就给他那个 那个做了几个菜 就把它拿下 哪几个菜 红烧肉元宝袋 如果感谢成红的话 这次 我其实是有着心思 只要我能找到 合适的食材 这天美容还真行 那我们是不是要 歧录一下整体 对 一个隆重的要 海天惊喜 面造书 请来给孙姐打个电话 问问他那边的这个 喂 那个 学手间吗 我也是想去学手间 你先去 你要干嘛 我觉得你好像是 想去通报什么事 能不能上厕所 不可以 你要通报什么情报 我这么配合你的工作 你还不跟我 还不跟我站在一起 你还要去里通外公 不不不 这个 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 喂 孙姐 你那情况怎么样 我跟红姐聊得很开心 我们两个人都在 正在聊 正在聊 你那如果方便的话 你看啊 死去何处 问号 必是情深之地 不是 勇哥你给我出这 你给我出这事打字迷 什么意思啊 这导演就那么写的 哪有这么写的 他写的跟他说的是一样的 是猜的字迷吗 那个 那个 洪姐你猜一下 稍等一下 勇哥你再说一遍 洪姐是知道我们来做这个节目的 那你让他猜一下 凯哥 刚刚 凯哥那个导演刚刚才说的这个 这个字迷失 你这么公开啊 这好吧 吓到我们了 我根本就瞒不了 洪姐 洪姐你根本打个招 这是勇哥 李勇哥 李勇 勇哥 陈鸿 陈鸿你好 我李勇 我李勇 勇哥 勇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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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这个熟悉的味道 您是看过是吧 很熟悉是吧 对对对 很熟悉 熟悉的味道 好 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都是痛快人 咱们就把话挑明了说 这个导演呢 写了一个这个海天惊喜酿造书 这实际上呢 就是要给你制造惊喜的嘛 他是这样写的 此去何处 问好 必是情深之地 那肯定是我们俩的第一个家嘛 就颐和园 颐和园对面的家 离颐和园很近 离颐和园很近 稍等啊 导演 对 是吗 是 好 接着 接着 接着啊 还有佳肴是熟悉的味道 佳肴为什么 红烧肉圆宝带 红烧肉圆宝带 恭喜你答对了 继续啊 奖品呢 奖品让我 好 再说 没完了 我要送给陈红的礼物 一定是大家想不到的 也一定是陈红需要的 你猜你什么想不到啊 想不到的 想不到的 我需要的 是跟生活用品有关吗 你一定想不到的 我想不到你还问我干什么 对啊 你跟他了解嘛 你看刚才我们 所有不知道的 都让你猜对了 你说我想不到的 我就 我的回答是 我真想不到 那就等待了 等待 对吧 好吧 好 这个态度还是很好 态度还是很好 这个导演终于心里面很高兴 有他想不到的了 那我们待会儿 要出门溜一下 出门转一转 你们待会儿什么安排呢 我们俩继续聊天 那个什么 你们去哪儿溜呀 我告诉你们 你们是去哪儿的地方 你能够评论大概 那是跑不出北京了 孙坚 导演去北京吧 孙坚就这样了 我觉得不能再给你收 更多的信息了 就这样吧 你们去哪儿啊 你们肯定去的地方 都是凯歌导演 来回忆他们两个人的 点点滴滴的地方吧 对不对 孙坚 你别问了 你是我们这一块的人 孙坚 你别问了 你是我们这一块的人 不是 那个 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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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信息 发信息 人家孙坚已经 改变战线了啊 我挂了 我挂了 立场都坚定 是 知道 他猜得出来 他要是连这个 繁花似锦之地 他都猜不出来 他能是我二十年 一块生活的人 他不可能猜不出来 一定是大家想 你放心 我要给他的东西 就是他想不到的 我还一定是 这个太重要了 签署惊喜酿造书后 陈凯歌带着美味使者们 前往他与陈宏记忆中 熟悉的地点 寻找熟悉的味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 刚才我们跟孙坚 在打电话的时候 他怎么有那么一点点 被拿下这个 对 帮着陈宏姐说话的意思 他是 他是汉兵母方的吗 以前 他们也都没什么问题 因为他们是负责猜嘛 连咱们都是联盟在猜的 现在心里最有数的就是导演 对 必须得摇一抱 这个还真是 说实在的 他猜不出来 陈宏都猜不出来 对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 甚至到九十年代 就那个时期的人啊 年轻人 谈恋爱啊 有个共同的一个记忆点 都是小吃鞋 了 酱牛肉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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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豪卜不是这儿吃点什么呀 我不是常来吗 对呀 这是我们老夫哥 咱是老朋友了 对 没错 鸡毛到我们这儿吃早点了 对吧 没错 是这事 今天这儿怎么样 今儿我待会儿有面茶吗 有面茶 待会儿来碗面茶 面茶 你好 您好 是老朋友呢 是吗 您来过呀 来给我们三份面茶吧 来三碗面茶 豆汁摊满味都不行 给我来一碗 但是我得有胶圈跟咸菜吧 豆汁是老北京独具特色的传统小吃 以绿豆发酵而来 因它独具风格的酸臭味 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我这豆汁看着挺好的 是吧 好的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味儿了 我豆汁就一碗 大家待会儿都尝尝吧 这一尝就出事了 这太好喝了 这个 谢谢 谢谢 以后这豆汁他们喝不了 他们喝不了 诶 尹哥 您看呢 我觉得这就是必须的 必须的 导演 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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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 所以是 这是很多年以前的了 假装 假装没来过 但我印象真的是不深了 对呀 这至少是两千年初 十年前 对 十年前 十年前 你想想 年轻很年轻的 对 那也不老啊 现在看上去更年轻了 喝这个也得特好 行 您来慢慢用 行了 行了 谢谢您 给一块吧 不介绍 您来慢慢用 导演请客 谢谢您 你就一块呗 城邦南方人应该爱吃甜食吧 他不太爱吃甜食 他爱喝豆汁 他一次能喝几碗 他也就喝个一碗 但是我能喝两碗 刚才那也是不是端走了 在后面 都在后面给您放着 你们真是不知道 停 停 你这方法错了 喝这面茶的时候 不能搅和 就捋着这边这么吃 还错了 得这么吃吗 你别 你这个又过了 还是这样 给我们示范一下 对对对 你这是对的 你看啊 你必须得 看见没有 是这样的 这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你不然你这个 就等于吃一嘴芝麻酱 那哪受得了 我说刚才怎么都是芝麻酱 我就是想把那芝麻酱 给搅匀一点 这个好吃 陈导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 为什么当时 您带着陈寬老师 到后国四小吃 来吃东西啊 这是 这是我 这是我的老地儿 这是我特别熟悉的味道 所以 我就恨不能说 要是 他也是小时候 我也是小时候 又认识都好 一块儿来了 没觉得时光的流逝 就觉得小时候什么样 现在还该什么样 你去那个后国四小吃点 陈凯歌与每位使者们 一边回首往昔岁月时 另一边 陈红带着孙坚 来到了他口中的那个 充满回忆的地方 你们有没有刚刚看到 陈凯歌导演 在楼上 有人告诉我了 在楼上 群众举报 是在楼上吗 有群众举报 走走走 来来来来 虽然你们俩在这儿 有共同的记忆 但是在这儿 如果是给陈红 惊喜的话 似乎不太合适了 但是我觉得 来也挺好的 三个人这么享受地 坐在这儿呢 还有两个是谁啊 那是李永哥 还罗希 导演组人全蒙了 别蒙呀你们 楼下群众举报 说你们在上面 我吃有点蒙啊 举报 来来来 坐坐 你来坐这儿吧 傻了 不是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从他们家的太平胡同 走到这家 这个胡同 也就只是十分钟而已 那他父亲经常在 周末的时候 就早上就带着他 去吃早点 再去买早点 回去就走在那条路上 所以这个就是 他特别熟悉的味道 所以他把这个熟悉的味道 又把我带进来了 我觉得孙姐你有问题 我跟你讲 因为我是瞒不了 宫姐的 我跟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知道我手机一直在震 一直在震 我又想出去接电话 宫姐说你干嘛去 我说咱们上个厕所 我也要上厕所 不至于这么看着他 我们怎么办 那咱们外面走走吧 走 好吧 外面走走吧 再喝一杯 走 不是刚才你说完那段话 之后 我导演走得特别快 是吧 没有 导演说他非常的 不太接受肉麻 对 你觉得我现在 背着你 在这街上走 我们是过分的方法 来把他打电话 会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俩是这样的 你别砸呗 真的 其实我是逗胆了 怎么没啊 知道他不会同意 因为他是个很 内心很害羞的人 五分钟就让陈红给侧反了 对 宫姐告诉我们了 有十分钟 怎么办 那导演咱们下一个目的历史 不是 明说了他们要跟着来 他们就算是故意 你来 你来 他们要接下来去的地方 你记住 你就不能听到了 我们去哪 去哪 导演 不是买花那边 好了 好了 把我拉在一边说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开吧 孙杰你待会儿的电话 我接不接两回事了 走了走了走 那我们去哪儿的话 我等一会儿去跟你问问啊 你必须要问一下 你不问一下 怎么进行啊 这都没秘密了 对啊 还用买花吗 你想不到啊 你放心 甭管我买了什么 当然也包括花 他也不知道我要干嘛 放心 你好 我们先点点什么吧 就给我们点肉饼吧 门丁肉饼 就 就他这最好吃的 给我们来点水好不好 好 你不喝啤酒啊 你不喝啤酒啊 你想喝啤酒啊 你想喝吗 喝点吧 不是我想喝啤酒 我是想重现那时候 重现那时候 重现那个时候 就是喝啤酒 喝啤酒 吃肉饼 大夫要买花 这个花呢 您是打算怎么用呢 就搁在这吃饭这地方 哦 必须鲜花点缀 对对对 因为我是反对用玫瑰的 这玫瑰说实在的就被用的俗气了 我看来画不错 也不能用白色的 什么花 红爷喜欢什么花啊 他喜欢的花 他花期特别长 嗯 现在去的是要说去大跃城的花店 有没有我就不知道 哎 我们要测一下导演组 导演组啊 我们刚听到他们要去花店 去哪个花店啊 我给你去问一下 完成这个任务 我先给咱们打电话 看他们的反应 我们再说这样的话 好 你说刚才我想让他牵我的手 他们牵也没背我嘛 嗯 那我生气了 我要收工了 那你的工作不就结束了吗 你跟他们就会合得了 好嘞 姐就是聪明 哎 罗希 喂 孙真 哎 你们在 你们 你们 你们去走了是吧 对啊 我们走了啊 我们不是一幕送你们走 你们不是一幕送我们走了吗 我这会儿跟那个 永姐分开了 分开了 这 真的假的 她就生气了 啊 她生气了 对 因为 那天 孔姐不是让跟凯歌导演牵手嘛 然后让凯歌导演背她嘛 凯歌导演那个就是感觉没听见一样 就往前走了 嗯 孔姐就 对 就特别不高兴 然后牵手也没牵 然后呢 就是 所以说一点面子都不给她 一点面子都不给她 对 你跟你说真的 陈宏 我给你们说真生气就真生气了 陈宏不是这样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 他不可能赢了 她跟你们说她不做了 你要不然你给她打个电话吧 凯歌导演你证实一下这件事 我都怀疑她就在你边上 你这个 你让 还让我打电话 那不咱就不纠结这事了 哎 就 按 按 按 有可能 对啊 对 他就按 对他就结束了 孙姐你也辛苦 你找个地儿先吃点东西 完了以后呢 我们待会把接下来的事办完之后呢 咱们打个电话 事先联系 咱们汇合一下 商量商量 接下来该怎么办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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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你们现在就没有把我当中是一家人 再见 没没没没 没没没 你可千万不要这么说兄姐啊 接下来我们要去 这个买花 你是知道的吗 我知道买花啊 我也不知道你们去哪儿买花啊 哪儿买花 现在我们也是在让那个罗西在搜 对对对 不知道呢 对 在让罗西在搜 而且导演对这个品种还有要求 咱们稍后提前联系 咱们一块开个会 这样 不要让这个误会越来越深 跟吴建道一样 对不对 我知道了 再见 好吧 拜拜 好 一会儿就 一会儿就见啊 拜拜 完了 一种沮丧 被识破了的沮丧 对 没想到我们这儿 对他的遭遇 一点没有同情 对啊 我给导演打一个 好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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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快就会相信 你相信我 你那个麦克风关了吗 没有哎 那我就回家了 那为什么呀 是怎么了 这突然人家实际上 我们拉到手 你都不好意思拉手 不是 我有我的说法 我回去我再跟你说 妈呀 你还有你的方法 这什么叫方法 自然流露 不行啊 那不是 那你说 那林勇说 拉到手 我拉你手 你把我手甩了 多没面子 哪里有这情况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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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其实我是完全 有我自己的一套想法 哎 不问你啊 那我先回去 那你现在是去哪里啊 去去老宅啊 不不是不是不是 去买花啊 还要去买花啊 对啊对啊 不是不是 是今年 安排的是今年 哦那你去哪买啊 那么堵车 你得到几点钟才回来 就在咱们俩附近 大月城啊 你要去大月城 大月城有花店吗 这有啊 那我先回家 起楼啊 我去就我不清楚 但就是去哪里 好了 那我先回家 好吧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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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完成我谢谢你 你帮我完成了 剧情跌宕起步 陈凯歌的计划 因陈虹的突然出现而被打乱 接下来他要怎么瞒过 完全能猜到自己行踪的妻子 继续筹备惊喜 乒乓菊 小辣莓好看 这个刺芹 我要两只就够了 陈凯歌一束束的精心挑选 送给陈虹的鲜花 一切看起来都井然有序的进行着 既然你的颜色那么鲜艳 不如让它的盆简单 透一些 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是 比如说 好 好 好 他是制造了一个假象 让他不高兴了 我认为他不会这么做 今天还要继续偶遇下去吗 我们要走了 好的 你们要去哪 现在每一个人都很可疑 我们散了 真的吗 真的 外面堵车 感觉他们所有人 今天所有 接下来的行动 都开始担心恐怕 都害怕 他们忽然又出现 我觉得你们要小心一点了 我们现在只有一件事 你们可能也跟不到我们 十分钟左右的事 还有一个十分钟左右的事 不是我们本来今天玩得特别开心了 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玩得特别开心 你们这又都起了我们的好奇心 你们还要继续玩吗 我们很快就要收工了 对 我们去送个花 好吧 送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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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要去哪 不知道 好奇奇怪 今天这一天玩的 真的是开心了 送走了陈红 陈凯歌 李勇和罗西 回到家中 稍事休息 一起讨论 明天的计划 必须的 白衣裳 这个吃了牙齿会变紫色 吃这个别穿白衣服 所以我们仨都穿了白衣服 你还别说我第一次 拌着这个乌斯利安吃 味道还真的蛮好的 相当靠谱 又香又甜 还有哪味 今天 虽然跌宕起伏 但是不太顺利 陈红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 他都能聊得到 不是流露给他了 就是 有人在敲门 通常来讲 俗话说 说草草草草草草 我的饭 不能吧 不能吧 开晚会了吗 我就看了吧 谁啊 你怎么来了 这孙天上辈子是一乱死鬼 他缠着 我不应该来 你不是 我们不是让你回去了吗 走了 真的不在 我出去看一眼 好吧 不在这玩意 就没来 真的没有来了 真的没有来了 这是文明某什么事情 来吃点桑苕儿告诉你 来来来来来 就是要好好谈谈这事 真的今天不能外忘 他们两个人之间呢 我觉得是 明明之间 大家都知道 对方在干什么 文学很聪明的 你瞒他 你什么事情 你瞒得过他吗 这叫人算不如天算 但是别着急 明天还有他 真不知道的事 可是 其实他做挺好的 他成功地赢得了 陈宏的信任 来来来 应该奖励一个草莓 一颗大草莓 谢谢勇哥 我帮勇哥 你突然把它拉走来 不是 作为味道使者 一定得顺着 主人公的意思来办事 对不对 况且 所有掏牌手 都在导演这 今天我们就要 正好借这个机会 来说一说明天 这个惊喜呈现 这意想不到 到底是什么 我真的不能告诉你 真的不能告诉你 你刚才说了 陈宏挺聪明的 说我现在把这事给说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 这是一 第二呢 我觉得还是不知道的好 那我们明天又人尽其责呗 但我们得知道 我们要尽什么责 对 我们得干什么 明天应该是去买菜 吃饭的场所 应该确定是老宅 第一 然后我们在干什么呢 对啊 吃饭 我们就一件事 一件事再办呗 等待那个意想不到的出现 然后我们在老宅那儿等待 等待陈宏的到来 那我早上还是去找宏姐 那你该找他找他 我该找他找他 对对对 就拜托你一件事 别人两人一起又来 对 搅局 我这一回 我一定做到 去之前跟你们通知好 明天天 你就是别来好不好 别找我们 对 对 那咱们俩今天晚上之后 咱们就别联系了 不是 唯一的一点 就是他必须得在我们的规定时间到达 行 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到达的话 我觉得我们这个最大的所谓惊喜 就实现不了 千公斤切 千公斤切 行吗 行 我做到 就这么定了 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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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预祝一下明天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 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来我们加个油 好 来 一二三 加油 成了 第二天清晨 大家按照计划筹备惊喜 陈凯歌 李勇和罗希 前往菜市场 购买了料理所需的食材 我觉得我们应该买个好的酱油 海天酱油吗 这不是 生抽 来一个生抽吧 有黄酒吗 料酒 料酒有 来名料酒 老抽上色 对 生抽提味 料酒不腥 是离开的时候了 而另一边 孙坚则联系好了正在健身的陈红 与他会合 你怎么又来了 我来找你啊 早上好 他们要怎样在陈红知情的情况下 顺利进行惊喜计划呢 我们得给这红烧肉做配料 先放点糖 然后先要老抽 提色 然后是生抽 再之后是料酒 这是最费劲的 先把这个给做上 但是咱们被里头了 好香啊 这个肉要炒多久啊 说老实话 这是一个要花点工夫做的菜 这个先要把这个肉在这锅里都给它煸透了 就是把它肉质内部的这种力量唤醒了 当然最终是要让它内部的力量消解在整个烹制的过程中 加上水以后 加配料 我们要盖盖 在盖盖的时候 我就要出去了 这个包皮这事儿还没包完呢 而且这个包的那个样子很难看 它这个鸡蛋要不然就是不够新鲜 要不然就是煮的时间过长 嗯 那不愿蛋吧 不太合适 那就要凑合了吧 看见没有 要先拿这个 刀在这蛋上头 划一点缺口 肉贝儿 然后盖盖 我昨天又去跟他们开会了 反正我给你教个时点 他太多了 他给你准备的精细是包括我们所有三个主持人 和所有的导演组不知道的一个精细 只有他自己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 可是他没钱 可是他没钱 就太精细了 那就从我们家拿了一个什么东西送给我 我们现在把这肉馅做上 把这葱花给放在这肉馅里头 放点料酒 老抽 生抽跟老抽 生抽跟老抽 混合在一块 还需要点糖 这个完了以后 你就把它给倒进去 然后放点姜末 咱们现在需要做的事 就基本上跟做饺子馅的意思差不太多 就这样不停地搅 您建议 我来吧 您建议 好 这事儿罗希交给你 好 现在咱们得炒进这豆腐 我们取中 哦 还得切开啊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很明白的知道 我们大致上可以切多少块 看见没有 哦 要是这样的 这是汉堡啊豆腐 说的真对 三明治 中国式的三明治 这叫砂锅 酿豆腐 酿的过程 就跟这海天说的是 叫酿造树 所以我说它是 表面上看 是朴素的美味 但实际上 饱含着 特别丰富的营养 这个砂锅 请回它原来的位置 我们的红烧肉原宝蛋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汤汁 然后 它给我一种感觉 艳丽的华贵 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做到了 海天老抽啊 上完色以后啊 这蛋 都比刚才好看了 我现在看望一下咱那砂锅 哦 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加菜了 可是这个菜 如果没有浸到那个汤里面 也可以吗 它一定会浸到这汤里 哦 真的 这是已经非常好的 我从来没想到 这东西这么沉 这砂锅是有点大 饿得甜啊 这像一个大家庭的四合院 揭秘的局面 豆腐出价了 我觉得是不错的 接下来其实 我们就等着将菜 规规规整整 钻钻正正的 送到相互的汤里面 靠谱 为了让它趁热 咱们上开 就这么着 好 我刚才一直不好意思问 你身上这个 是就是这个款式 还是因为你穿的时间太久了 我这衣服穿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但因为也有新衣服 但是每次一拿衣服 就喜欢拿这件衣服 因为这件衣服 是我儿子 那时候还很小的时候 完了之后 他吃那个巧克力嘛 把它给弄脏了 弄脏了以后呢 我就用那个消毒液 就是那个巴斯 因为巴斯只能漂白白的 我不知道就给它弄成这样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味道的记忆 熟悉的味道 对 熟悉的味道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件衣服 那你说这是一种 也是对儿子的 这件衣服全四十块钱 也是就是对儿子的一种 就是感觉 儿子在身边陪着你 对啊 他就想小时候 就趴在我肩膀上嘛 把它吃了 你把它走完了 就把这个衣服 所以我觉得这件衣服 对我来说特别珍贵 你可别忘了 你跟我生衣服啊 我知道我跟你生衣服 一 二 三 我抓到了大家 带来给我的一个任务 因为你太结穿他们了 他们也主要说你太聪明了 也许你去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你就会立刻知道这是哪里 所以我要给你戴上一个眼罩 你干嘛 要给你戴上个眼罩 我从来不戴眼罩呢 那没有办法 我觉得你怎么老是立场不坚定 昨天一伙是他们的人 一伙是我的人 现在到底是谁的人 不是谁的人 我是你的人 那好 那就把它放进去 不行 这个必须留下 不行 我不想当 因为惊喜的最后的一刻 我们必须要给你戴上这个东西 好吧 我看到 来 舍命陪君子吧 因为我觉得你是个君子 为人不错 可以了吗 可以了 你自己觉得你们今天会去哪里 故宫 故宫 我们很少去故宫啊 我们只是到很早的时候去故宫 看过一次日出好像是 后海 后海 后海去划过船 我带我儿子划船 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又是那个 户国寺的小吃店呢 那不会 那多没意思 那你想想你们两个人之间呢 还有什么菜市场 那就要不就是我们住过的第一个家 第一个家 住过的第一家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对 但那家已经很荒 已经很荒拜了 因为2003年就告知我们要拆签 我们就很老实地搬出去了 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 还没拆 我不知道是哪 那挺好的呀 我觉得未知才是最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他们一直都是瞒着我嘛 特别害怕我跟你通风到行 我知道 因为我现在信任你 百分之百你是我们这边的 我觉得这个做人要诚实 对吧 而且要讲信用 我们都上升到这儿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哪 这就是我们家原来的 好大的院子啊 环境真好啊 好干净 这两块树好漂亮 对啊 这就是 这就是你看看 你看看这银杏树长多大了 这两棵树就跟守护的院子一样 这银杏哪个是公哪个是母的 应该这种 应该比较粗壮 当年种是你们种的吗 还是已经种好了 是我们守直的 真的 是你们自己手种下去的 那必须的 感觉好有意义 这两棵树 第一个老大叫我 结婚了 生子啊 生真不错 这人在一生中 你可能在 你自己的婚姻问题上啊 这个恋爱的问题 情感问题 当时遇到不停的怒绩 但是谁让你下决心说 我有这样的幸运 愿意和这个人 共度一生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感谢 成功的原因 就是在二十年的生活里头 可以说是 我做老朋友做的一切 成功不会想到这儿吗 他肯定会想到 他肯定会想到 一开始还努力挣扎 想辨认一下 现在都快睡着 昏昏欲睡了 但我觉得肯定是在环路上 因为车子一直在缓慢行驶 根本就没有停过 而且是往西边走 那直觉吗 如果往西又在环路上 还能去到哪呢 要不就是我们第一个家 要不就是一和园里头 刚才从我们健身房出来 已经走了三十分钟 我估计可能还有十到十五分钟吧 万一再开一个小时 那就说明你们另外一个组 还没准备好呢 绕圈哪在 我一共带了三套衣服 我根据你们给我的哪套衣服 就能猜葬 百分之百能猜到到哪 真的 当然 我看一下 这一件毛毛的 对不对 对 中式的 那一定是去一个 比较中式的地方 我对你们的话都半信半疑 要不把眼罩摘下来看看 我特想看一眼 我现在就想把这眼罩给摘你 撤开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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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紧张还是心疼 我不紧张 我就在导演身边 我看到他的那种兴奋之情是溢于眼表 他两个眼睛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地方 还真 还真 还真蒙着眼睛 还真蒙着眼睛 这感觉好像 赵直总 好像 谁 谁这盘人啊 还要把你的眼睛给 对啊 蒙了一个多小时了 在怎么 好嘞 来 好 不走了 保持这个姿势 好吓人的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阿子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宝贝 你怎么回来了 我这么 你怎么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没怎么回来了 这是 这是真心 我就是真高兴 我其实一直站在这个窗口 我看见他怎么走进来 怎么样站在我儿子面前 我觉得那个瞬间挺感动的 我觉得成功是万万没有想到 所以我们家的这个老二会出现在他面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超级惊喜 我好开心 好久没见到阿子了 好久没见到阿子了 这是我孟哥 从家长大的 然后 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在北京 住第一家的 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互相 有之间在那个方向 有一个意义 但是 我就知道 其实 那个时候其实 我记得很多这照片 印象特别深的一张照片 应该是 我妈在怀我哥的时候 我爸应该是坐在 你坐在一张桌子上 一木桌子上 然后抱着我妈 我妈很开心 你静起来吗 里面有一位人 你静起来 爸爸 你知道是谁 你知道是谁 我妈妈 你靠来 我妈妈 你靠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 就是自然 二十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过去有句诗说 我与少光共憔悴的意思就是 在时间过去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可是我觉得 唯一没有改变 是我们二十年前什么样 今天还是什么样 其实我想你和我一样 都会觉得 这事挺难得的 好 这事 pretty good 很快 我来讲 我上菜的时候到了 谢谢你给我写的这封信 我呢 其实这个 咱们拒绝伤感 我们俩二十年来过的是好日子 所以呢 咱们是开开心心的 没有伤感 是感动 是开心 是感动 是开心 我给你买了点礼物 看一看这是什么 是一些袜子 陈宏 你叫我陈宏吗 想一想我上次给你写信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希望我给你写这封信的节目组 一定盼着我写一些绵绵情话 可你我都是拒绝肉麻的人 情话已经住进了二十年的时光中 我想在信中说的不过是小事一件 你不爱穿袜子的习惯 该改一改 年龄渐长 至少冬天 该穿上 同意吗 同意就从明天开始吧 多爱惜自己一点 别光想着别人 让我们更珍惜每一天 不思量自难忘 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凯歌 这就是我写给你的字 这是我买给你的袜子 我从此以后一定把袜子穿上 穿上 现在就穿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确实是 穿上 我一定会穿 因为我觉得他用心良苦 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奇迹 穿袜子和不穿袜子 有时候也是会成为我们俩的一个摩擦 这不用说了 这个经常吃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真是咱们 这是冬天吃的砂锅 我要把第一口献给你 我也有礼物要给你 你也有礼物要给我 能不能猜一猜 我给你的东西和你给我的东西 是特别默契的东西 是什么 我给你的是吗 你给我的 帽子 除了帽子 还有什么 我说高度默契 让我 梳子 梳子 你自己打开 这怎么那么默契 还有这一个锦盒 明白了 这把梳子 是我最爱的那个人 和最爱我的那个人 就是我外婆给我留下来的 这是我最珍贵的一件礼物 而且我送给导演呢 就是梳头保持头脑清醒嘛 不管你得到了掌声也好 荣誉也好 你得到了就是批评 匪报 误解 我希望它都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 你看上面有个动物 动物是动物 太好了 一点肉末就不算是 但是当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 它们是松味绝佳的美食 你就像我们小时候那个爆米花 那么小小的一粒玉米 它是小小的 能动出这么大一朵花来 我觉得它是有巨大能量 它能这么小 但是有这么大的能量 阿瑟请坐 阿瑟 这个确实是好大的惊喜 这个确实是好大的惊喜 快点 妈 喂你 阿瑟 你吃什么都回来的 今天回来的 你怎么还是那么瘦呢 能不能胖一点 阿瑟 你自己拿筷子 加一块肉吃 对 太好了 没错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念书 这托尔斯泰说的 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不禁家庭各有各的不行 嗯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念书 跟你们俩一起重温 在阿瑟还没有出生以前 我第一次给你做这菜 文革华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非常有意义 其实我基本上猜到了 我们要去哪 我挺有压力的 其实我说 万一我感动不了 万一我没有那么大的惊喜 但是一看一进来把我镇住了 因为我没想到我儿子会在这院子里 我更没有想到的 我选的礼物和他给我选的礼物 是这么的高度契合 一头一围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录节目的过程 全部都是真情的表达 有一个生日 我挑的照片 阿瑟 这就是门口 看见吗 对 这就是 这 这棵树 现在这两棵树已经有20年了 20年 哥哥有多大 这树就有多大 最好的爱情 也许就是陪着他慢慢长大 从你浓我浓的爱恋 到深情款款的陪伴 似水流年 风雨并行 然而时光荏苒 多少人来来去去 千帆故近 又是谁 勇敢牵起你的手 与你走过繁花似锦 归远田区 感谢你独一无二的钟情 他让我从你的眼中 照见自己 舒适 刘芳老师 方哥 请进 哎呀呀 你好你好你好 快快快 请进 来 你永远都 都会觉得做得不够 千万别等到自己 养儿亲不带 对对对 有一个人啊 很特别 你 必须把他一眼 就得给认出来 他躲着呢 别躲 必须得躲在一个地方 然后得把那个位置安排好 要不然肯定穿了 对对对 行 那最好的是五角度 带钱了吗 没带 这是这两季啊 刀工上这样一览无余的一位嘉宾 这套需要一个鸡仔 我呢 我来 关注的同学视频 爱奇艺乐视蓝鱼像班 中国蓝鱼圆 观看节目完整的视频 登陆熟悉的味道 关注爱 腾讯娱乐 新浪娱乐 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新华网 中新网 光明网 网易信号客端 凤凰信号客端 新浪信号客端 腾讯信号客端 搜狐信号客端 今日特团 赛克信号客端 韩子app 了解节目最新资讯 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熟悉的味道 话题讨论 在繁忙的世界 也要留下 清醒的空间 爱 不会常常挂在嘴边 却仍会被那熟悉的味道 勾起回忆 走得再远 也要记得 爱的味道 这将也是 二月五日起 每周日二十二点 熟悉的味道 爱要你知道